何文田孝文街的何文田公園足球場 星期五早上7時51分 有一位65歲姓陳的女士報警 指自己的前壓頭和左腳感到痛楚 球場地面就圍嚇多顆BB彈 懷疑自己被BB彈擊中 救護員接鋪刀場經檢驗後 陳女士前壓紅腫 她經治理後拒絕送院 案件列作投訴滋擾 公園管理員黃先生表示 當時有大約8至9個神溫黑 而BB彈根本不知道從哪裡射出來 有街坊就對情況表示擔心 其中鄧女士雖然未中過招 但都會感到擔心 不過就認為防不勝防 其實去到哪裡 如果有人這樣玩 其實都是擔心當然會有 但你怎麼擔心得那麼多 你怎麼知道哪裡來的那些氣槍的人 街坊葉先生就指 一般有十幾人在球場神溫 又只曾經目睹有人在球場玩氣槍 管理署知道的話會干涉 至於會不會擔心被擊中 他就直言不怕 因為自己8時後才出來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